故事 78岁老人坦言 人到了一定的年岁 别跟子女走得太近 过自己的生活 都说 养儿防老 可如今的现实生活 能够真正享受到这样生活的老人 少之又少 不是子女不愿孝顺老人 而是子女确实日子也不好过 子女长大成人后 各自成家立业 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我们作为老人 要学会尽量不往他们跟前凑 在自己的家里 安心平和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生活里 很多老人总认为 子女离不开老人 总是以自己是过来人 告诫子女一些事情 我们老人付出的越多 话语也会越多 有时不仅得不到子女的关注 还会被他们嫌弃 社区里78岁的梁大爷坦言 老人到了一定年岁 就别奢望跟子女走得太近 还是在自己的老窝里 跟老伴安心踏实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少操心 多微笑 晚年才会感觉舒畅 青素人 78岁的梁大爷 我今年78岁了 老伴今年75岁 我们育有三个孩子 其中儿子跟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小区 两个女儿也都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 我家儿子是最小的 等到儿子成家时 我已经内退了 没想几年退休的好日子 就跟老伴一直帮助儿子家带孙子 我们老俩商量好了 就带到上幼儿园 谁知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儿媳在孙子上幼儿园的时候 参加了托产学习 我和老伴不能看着儿子一个人弄孙子吧 也就一直把孙子带在身边 等到儿媳妇三年托产学习结束了 孙子也该上小学了 我和老伴又要早晚接送他 总也不能好好地享受 我们老年人的自在生活 等到把孙子忙碌到独初中了 儿媳又给我们安排了任务 孙子上了重点初中 将来可以顺利升入重点高中 他们年轻人要忙事业 没有时间给孩子做饭 陪伴他上晚自习 这样 我和老伴又跟着孙子 去了他读书的学校附近租了房子 陪伴着孙子 给他每天做三顿饭 晚上我还要去负责接孙子下晚自习 好不容易把孙子盼到读高中 可以住校了吧 谁知 孙子说喜欢有我和老伴的陪伴 喜欢吃我们的饭菜 为了孙子 我和老伴又跟着孙子三年 去年 孙子终于考上了特别理想的大学 我和老伴终于解放了 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单独居住 可平时儿子儿媳也会回来看望孙子的 我感觉就是我和老伴把孙子养大的 儿子儿媳啥也没费劲 孙子就去读大学了 儿媳这时跟我和老伴说 这些年辛苦了 以后就跟着他们一起居住 他们给我们养老 我和老伴可不愿意 觉得我们现在身体还能够自理 还是在自家的老屋里居住养老吧 儿子儿媳看我执意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居住 就把我们原来的老房子给重新装修了一番 让我们居住得舒心些 我三个孩子 女儿们也愿意接我们一起居住 可我们都知道 人老了 还是不要跟子女走得太近的好 保持一定的距离 彼此各过各的日子 我们老人有事了 子女能够尽力照顾我一下就很好的 如果子女有需要帮扶的 我们也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帮他们 在这些年跟着孙子转的日子里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只要做好这几点 跟子女的关系就会还可以的 子女成家后 坚持不跟他们居住在一个屋檐下 因为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吃住行都统一不了 坚持在一起居住 容易滋生矛盾和分歧 即使我们跟随着孙子读书租房子 我们也坚持不跟儿子住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年 我们相处的还算是比较融洽 二、子女成家 有了孙辈仁 我们不要随意插手他们的家务事 尤其别以老卖老地说教他们 对孙辈仁的教育和管教上 一定要遵循子女的要求 不要自己想说啥就说啥 参与到孙辈仁的教育问题上 三、在帮扶子女的事情上 老人尽力就好 别勉强自己 尤其是自身身体不好的时候 要及早跟子女沟通 别到时候埋怨子女不心疼你 总是让你干着干那的 如果身体不好 帮不了子女 还是要跟子女说得好 别逞强 对自己 对子女都不是好事 四、家庭里 不论是自己的孩子 还是外姓的家人 都要放平心态 跟他们和睦相处 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总是跟他们说自己多么辛苦 为他们付出了多少 我们只求他们能够安稳过日子 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好 不论是谁回到咱们这里来看望咱们 都要好好地善待他们 人到了一定年岁 别跟子女走得太近 也别总是想着将来养老 全只靠在子女身上 我们也要积极地面对老去的日子 人到老年的四样宝 老窝 老本 老友 老半 我感觉非常的好 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拥有自己这四宝 晚年的生活就会很舒畅 我们老人在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 就要好好地保护好自己的四宝 这样不仅自己晚年的日子过得舒心 也少给子女添麻烦 人到老年 能够好好地经营自己的老年生活 真的很重要 我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跟我们的老友多相聚 平时跟老伴相互有爱 互帮互助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有滋有味 不要把自己的老年生活 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体 埋怨子女没有时间来陪伴自己 也埋怨子女不够孝顺自己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 他们压力也很大 在我们老人还有自理能力的时候 尽力不要总是打扰子女的日子 过好我们自己的晚年生活就好 照顾好自己 善待好身体 该吃吃 该玩玩 不必去想杂七杂八的事情 每天快快乐乐地微笑着过好生活 既是对自己的寻开心 也让子女安心去做他们的事情 写在最后 人到老年 到了一定年岁时 就别跟子女走得太近 让彼此间有些距离 在我们还能够自理的时候 尽量单独居住 与老伴搀扶着看最美西洋红 人活一世 开心快乐最重要 没事了读读书 走出去看看大自然 跟老友下下棋 喝喝茶 畅想一下未来的好日子 不必再为子女的事情发愁操心 放下那些不开心的事 快快乐乐地过好余下的每一天的日子 才是我们最好的晚年生活 故事 62岁女人坦言 有房有车有退休金 还是想再找个老伴搭伙过余生 每个女人都曾畅想过婚姻生活的美满和老年以后 还能和相爱的老伴一起坐在摇椅上 慢慢地回忆曾经的爱情 生活无常 明天和意外谁知哪个先到 夫妻之间走着走着 就因各种原因走散了 有的是有了外心 另娶他人 有的是意外疾病 剩下女人独活 年轻时 女人为了孩子 很多时候就会这样选择 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 等到孩子大了成家立业了 再考虑自己的未来 女人在孩子成家了 再有了孙辈 也会选先把孙辈人带大 再考虑自己的养老何去何从的问题 如果自己能够独立自理 大多数的女人选择独自居住养老 女人到了老年单身了 有人选择再找个伴一起 搭伙过余生 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有房有保障 还是一个人的日子清静 在找老伴这样的事 还是因人而异的 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好 院区里62岁的宋阿姨说 虽然我现在有房有车有退休金 可我还是觉得 人到老年 再找个伴一起相伴着过余生 会更好 青素人 62岁的宋阿姨 我今年62岁了 刚刚把自己兼职的工作辞了 都这把岁数了 剩下的时光 要好好地享受生活了 我跟前夫是因为他想另娶他人 我不想耽误他 选择离婚 闺女跟着我 因为离婚 我才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非常地感激我的前夫 要不是因为离婚 我不会有今天的生活 我跟前夫是父母相中的 当时父母觉得前夫家的条件好 能够给我的工作带来更好的机会 我们结婚后 很快就有了住房 那是公婆的功劳 后来 我生了女儿后 婆婆因为前夫是独子 总是觉得 我断了他家的香火 对我越来越刻薄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做 父母叫我忍忍就过去了 后来 前夫跟其他了 有了关系 还说那个女人怀孕了 检查是个儿子 婆婆找我谈判 只要我离婚 前夫净身出户 房子存款女儿都是我的 公婆在单位也不会为难我 我选择了离婚 前夫和婆婆如愿了 我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女儿生活 离婚后 也有人给我介绍对象 父母也想要我再找 我不愿意 我单独找了前公公一次 因为她是我们单位的人事主管 我想出去上学 前公公答应了我带新出去学习 我把女儿交给了母亲 我去外地学习了两年 回来后 我的职位就变了 后来 我又考了注册会计师证 在单位附近的小厂做兼职 随着单位的发展 我调到了市里的总公司任职 也在那个时候 我在市里买了属于我自己的首套房 我谁也没有说 直到后来 我又贷款买了二套房时 前夫和我父母才知道 那时 前夫跟他的老婆在闹离婚 他经常给我发信息 言语里都是我的好 想离婚后跟我复婚 我说 我不是那样的女人 现在跟你有了关系 我就是第三者 请你自尊 女儿在我的培养下 也非常的独立 从小就会做饭收拾屋子 我跟女儿说 将来你嫁人 不一定要做全职主妇 但女人会做饭 会收拾房间 那是女人的本事 在我身边一直也有人追求我 可我谁都不想找 只想多挣些钱 为自己的未来养老做准备 也为女儿减轻负担 我55岁退休后 在其他单位做兼职 其实对于业务上的事情 我是轻车熟路 不是很累 只是年岁越大 对于内心情感的需求越强烈 尤其是看到那些夫妻恩爱的 有时在广场散步 看到这样的夫妻 我会停下来欣赏他们的背影 羡慕家畅想 好闺蜜就劝说我 趁着还有追求 再找个办吧 我也有这方面的想法 钱什么时候能有个够的呢 都年过六十岁了 还是有个伴相伴着过余生幸福些 经人介绍见过几个男士 有的人觉得我太岁数大了 看着年轻 可毕竟年岁在那里 有的想着我能不能帮忙带孙辈 这个是我不喜欢做的事 还有的直接问 我们这个岁数 搭伙过日子实行也可不可以 毕竟谁都有子女 都不想有经济损失 见过几个之后 我又有些灰心了 原来爱情在老年是如此的现实 不再是风花月雪般美好 有的是柴米油盐的算计 我就不太想再找老伴了 可一次半夜突发疾病 又让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跟老周是在太极拳比赛的时候认识的 那时因为我们队伍里有个姐姐把脚扭了 她过来好心地帮忙把姐姐背到我车上 我们两个人一起把姐姐送到医院 这样我跟老周相识了 老周比我大五岁 独生儿子早已成家 孙子都快独初中了 老伴走了三年 现在跟儿子儿媳住在一起 老周人比较实在 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如果有事求他 他一定会干得好好的 也不会说出什么请客吃饭的话 只会傻笑说 小事情的不必客气 有个姐姐看我对老周很上心 每次出去表演都会主动邀请老周坐我的车 她就问我是不是对老周有意思 我承认自己对老周是有心的 不知道老周是怎么想的 姐姐说她去问老周 老周觉得自己配不上我 说我这么有房 有车 还有退休金 怎么会看上她的呢 其实 人就是这样的 只要是自己喜欢上了的 怎么看都顺眼 心里也会觉得她就是好 我们两个相处了有半年 老周不仅会做饭 还是收拾家务活的好手 对我也没得说 当我跟她提出搭伙过日子的时候 老周问我是真心的吗 她可是一片冰心在玉湖 我们签了协议就搭伙过日子 老周不用给我交钱 我每月给她两千块的生活费 我这里的物业和水电暖都不用她管 她只管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就好 社区里很多人觉得我傻 一个有房 有车 又有退休金的女人 找一个住自己家的男人 不出钱 还倒给钱 有什么意思的呢 我认为谁的日子 谁自己最明白 老周每天买菜做饭 收拾卫生 经常还帮我按摩 我们之间的陪伴是相互的 不是钱和物质来衡量的 老周虽然在经济上差些 可对我却是一片真心 每次女儿回来 她都会给她们发红包 做很多好吃的 还让她们带回去 我觉得 人到老年 尤其是女人 还是要再找个伴得好 毕竟年岁大了 有个在身边 喜欢帮扶着一起过余生 总比一个人在家 清冷度日要好得多 但 人到老年 再婚或者搭伙 一定要彼此真诚相待 不要计较太多 算计太多 真情和真诚相待 是金钱换不来的 做到彼此坦诚相待 那么老年生活 一定会过得很好 为了爱情 嫁给离婚两次的她 如今她要和我离婚 和第二任前妻复婚 五十岁的方女士 她说自己因为爱情 所以嫁给了老少 老少和方女士结婚时 已经是她的第三次婚姻 方女士认为 既然老少已经是三婚男 必然会被家珍惜 和她的这段婚姻 肯定会一辈子对她好 所以就欢欢喜喜 嫁给了老少 谁知她和老少 仅仅生活了两年多时间 老少就提出要和她离婚 要和她曾经的第二任妻子复婚 让她分外伤心 方女士 我今年五十岁 和老少再婚 已经有两年多时间 老少比我大两岁 今年五十有二 老少是一个非常风趣的男人 和他恋爱那会儿 我就特别喜欢黏着他 因为我只要跟他在一起 就每天都是欢声笑语 当我决定要和老少在婚前 朋友们都规劝我 说既然老少能二接二离 他做人肯定有很大的问题 让我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可我就是喜欢和老少在一起 不想和他分开 哪怕一秒钟 所以无论别人怎样劝说 都改变不了我那颗恨嫁的心 老少是个普普通通的办事员 每个月拿着几千块的工资 除了付给前两段婚姻留下的 同父异母的一双儿女的生活费之外 剩下的那点钱仅够他自己花 虽然老少没啥钱 却特别喜欢喝酒 他每餐饭都要整一桌菜 喝小半瓶酒 因为这个爱好 老少历经多年 依然住着破旧的小房子 没有一点积蓄 老少之所以能够结三次婚 全凭他的一张嘴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会忽悠 能够把死人说成活人 能把假话说得像真的一样 把老实巴交得我哄得一愣一愣的 我和老少恋爱那会儿 他没少对我拍胸脯 说别看他现在没啥钱 他可是个潜力股 他说自己是领导重点培养的对象 他的顶头上司还有两年退休 到时候那个位置肯定非他莫属 他说只要自己升了职 工资就能翻好几番 到了那个时候 我跟着他就绝对不会筹钱花 每天都能吃香的喝辣的 他会给我吃最好的 穿最贵的 喜欢啥就买啥 我是一个没啥恋爱经验的女人 当初和前夫结婚时 就是被长辈们撮合在一起 两个人没见过几面就结了婚 根本就没有恋爱的过程 我和前夫既然从没谈过恋爱 彼此之间就毫无爱意 我俩在一起过日子 完全是针尖对脉盲的状态 谁也不会让着谁 夫妻之间毫无包容 都说一个人之所以会包容对方 就是因为心里有爱 我和前夫之间因为没有爱情 所以在一起就干涨 前夫从来不会因为 我是女性就让着我 他经常把我打得头破血流 几天都爬不起床 自从我和前夫离婚之后 我就发誓再婚一定要嫁给爱情 一定要轰轰烈烈地爱一次 好好品尝品尝爱情这杯美酒 后来我就遇到了老少 并深深地爱上了他 老少对我说的每句话 我都奉若神明 我从没怀疑老少对我承诺的真实性 因为我这辈子从没被人骗过 老少说如果我俩再婚 希望能够将他的老房子重新装修 那样我们住起来才会更加舒适 才会更加增进夫妻感情 老少虽然很想把老房子重新装修 但他没钱 所以装修的钱全部是我拿的 前前后后花了十万左右 房子装修好了 老少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房子装得不赖 就再也没了下文 为了装修房子 我请了一个月的长假 每天都待在装修现场 耳朵里充斥着各种装修噪音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去采买 我不仅出着钱还出了大力 虽然我的付出全都被老少看在眼里 但他并没有为此感谢我 就连一句老婆辛苦了 他都从没对我说过 那时候的我特别单纯 认为既然我和老少成为了一家人 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客套 老少虽然没用言语表达对我的谢意 但那只不过是他把我当成一家人的表示 婚后我就搬到了老少家里 正是和老少过起了日子 老少说他现在经济不宽裕 让我多付出点 等他两年后升职了 就一定会好好补偿我 我从没怀疑老少说这话的真实性 所以就无怨无悔地付出着 一心巴望着老少升职之后 让我跟着他享福的那一天 老少每个周末都要把他同父异母的儿女们接过来 和他们尽享天伦之乐 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在他们尽情嬉闹的时候 从来都不会顾及我的感受 我就像是一个局外人那样 被孤立在一旁 虽然我时不时地给他们端点水果 拿些饮品 他们也只不过是多看了我那么一眼 就再也懒得搭理我 老少也是如此 虽然他平日里对我热情 但只要他的儿女们来到家里 他就对我表现得非常冷漠 他总是对我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维持着他一家之主的尊严 起初 我对这样的情形非常不习惯 就对老少抱怨 老少就宽慰我 说他之所以会这样 其实都只不过是做做样子 他说孩子们敏感地认为我是后妈 所以对我没有好印象 他为了不伤害孩子的心 就不得不对我做出一副冷漠的样子 他让我不要和孩子们计较 说只要他明白我的心意就行 他说我不会白白付出 以后他一定会加倍报答我 就因为老少的这一句承诺 我就一直坚持做最好的自己 老少没有多余的钱交给我 他哪怕手里只剩下几十元 也要拿去买酒喝 为了他喝酒的事情 我和他打过 也闹过 可他始终改不了是酒的恶习 说如果不允许他喝酒 那么他就无宁死 既然老少不听我的 我就只能由他去 虽然明知喝酒劳命伤财 但一个装睡的人 我很难把他叫醒 老少的钱全部用于买酒喝 家里的开支就只有依靠我的收入 我不仅要支付家里的水电煤气等各种杂费 还得时不时地给老少添置些衣服和鞋等物品 每次我在家里抱怨 说为了这个家 自己的工资每个月都是月光时 老少总是用那句说了千百遍的话 以后一定会好好报答我来堂搜我 既然是已至此 我只好强撑着维持着家里的运转 老少每天下班回家 就往沙发上一躺 捧着手机把玩 我不把饭菜端上桌 他就绝对不会离开沙发 和老少过日子 我感觉比以前没和他在一起时累了十倍 除了他嘴上能逗逗我 感觉再也没啥生活乐趣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 老少依然没有升职的迹象 他的顶头上司虽然正式退休 但职位早已被别人代替 根本没老少啥事 老少虽然没升职 嘴巴却不服软 他在家里不停地骂着领导 说他有眼无珠 放着他这个人才不用 却从外单位调来一个无名小辈 根本没他有能力 我并不关心老少的领导 是不是会眼识珠 我只关心老少对我的承诺 是否落空 当老少明确告诉我他升职无望时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入谷底 既然期盼的好日子永远无法到来 我就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毫无底线的付出 毕竟老少也是家庭的一份子 凭什么让我一个女人独称家庭重担 当我提出让老少分担一半家庭费用 并家务均单时 老少就一蹦三丈高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反脸无情 说我一旦得知他升职无望 就对他彻底没了情分 他说我是一个虚伪的女人 以前之所以对他好 都是故意假装出来 其目的就是想骗取他的信任 希望得到他的感恩和回报 我反驳老少 说要报答我可是你自己说的 如今你却在这里倒打一耙 一切都是你自说自话 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老少并不理会我的反驳 他只是不断地逼问我 是不是以后都不会像原来那样 对他好 那样无条件为他付出 我说人都是相互的 既然你都没为我做过什么 我又何必要苦哈哈地委屈自己 从那天起 老少就再也没和我说过一句话 他总是在我睡下之后才回到家 甚至有好几天都彻夜不归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老少就对我摊了牌 他说自己找到了曾经的第二任前妻 并且已经说服他同意和他复婚 他说既然我不愿意再无条件对他好 那他还不如和第二任前妻复婚 毕竟他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还从不要他拿一分钱 他说和我结婚是被我所蒙骗 如果早知道我如此自私自利 不愿意为他付出 他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我再婚 他让我卷铺盖赶紧走人 给他的前妻疼地方 他说前妻比我好一百倍 因为他才是真心实意 愿意为他付出一辈子的女人 以前他不懂得满足 认为自己还能找到比前妻更好的女人 自从和我在一起之后 通过比较 才明白前妻的弥足珍贵 他让我赶紧滚蛋 以免耽误了他的好事 他担心夜长梦多 一旦前妻反悔 不愿意和他复婚 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所以就疯狂地赶我走 既然老少把话都说到这份上 我自然不会见嗖嗖地赖在他身边 我很快就收拾好行李 和他办理了离婚手续 干干脆脆地搬离了那里 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看到他 我没想到自己曾经深爱的男人 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我 我发现一个人的善良 一定要用在对的人身上 如果善良用错了地方 不仅一文不值 最后还会狠狠地伤害到自己 接触于 每个女人 她们在经历过生活的风风雨雨之后 就会明白善良虽说是女人的一种天赋 但善良更应该是一种选择 善良并不是施舍 所以要有选择的与人为善 俗话说 良情则目而期 贤臣则主而持 既然我们要责善而行 首先就得要学会自我识别 自我保护 女人即便在善良 也不要把善良用错了地方 否则最后伤到的 只能是自己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男人 女人的善良 就会被她看成是举手之劳 虽然女人已经拼尽了权力 但她却并不会有丝毫感激 女人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男人的承诺 因为承诺的兑现与否 完全凭借男人的心情 女人如果想要成长 就一定要学会拒绝 虽然我们不能把善良用错了地方 但并不能就此忘了初心 忘记了让善意永存 这句话 善良只要用对了地方 依然是人间最大的美好 她45岁 老公工资八千 给公婆一千 给小叔子一千还账 骂她自私 赵洁45岁 在家照顾公婆 现在还帮小叔子照顾孩子 老公杨俊46岁 在一家国企上班 每个月工资八千 这天晚上 都快九点了 小叔子杨赵两口子 还没来接孩子 他有点着急 他这两天 小肚子一直胀痛 想着早点休息 可孩子都快睡着了 他们还没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只能说 老杨 你给小赵打个电话 问问他们怎么还没来 庆庆才六个月 太晚了孩子不舒服 晚上会闹的 杨俊无所谓地说 不来就带着就行了呗 反正也是喝奶粉 送过来接回去的多麻烦 赵洁看他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公婆在沙发上看电视 只有他一个人要做饭 要洗衣服 要做家务 还要照顾孩子 现在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 他不觉得太过了吗 他直接把孩子放他怀里 说 行 那你照顾吧 反正吃奶粉 你也能照顾 杨俊赶紧抱紧孩子 说 老赵 你疯了 我一个大男人 哪里会照顾孩子 再说了你 一天到晚待在家 照顾个孩子怎么了 他们俩都要上班 晚上带孩子 没办法好好休息 第二天还怎么上班 婆婆说 小杰呀 家里你最清闲 一天什么都不用干 不过是照顾个小孩子 你怎么还推三组四的 人呢 就是不能太舒服 赵洁气得发抖 他还最清闲 说得真是好听啊 就在这时 杨赵和柳娜来了 两人阴着脸坐下 一看 就是吵架了 婆婆赶紧问 小赵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柳娜不说话 坐在沙发上 开始哭 杨赵在旁边 唉声叹气 杨俊也急着问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倒是说话呀 你们看吧 妈急的 杨赵烦躁地说 妈 哥 我们现在每个月 两千的房贷 还要还装修时 借的钱 再加上一个孩子 挣的钱根本不够花 家里都快没钱吃饭了 赵洁看着他们 觉得挺可笑 两人一个月 一万多的工资 还两千的房贷 怎么就不够用了 一个月有二十天 都是他做好饭 他们下班 直接来家里吃 孩子的奶粉 都是杨俊买的 就算装修借了点钱 也不至于 过不下去了吧 婆婆急得不行 说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小俊 你一定要帮帮小赵 不能让他过不下去 杨俊皱眉说 妈 我一个月就八千的工资 给你和爸一千的零花钱 其他的也只够家里用的 我说 我能怎么办 柳娜哭着说 大哥 你别操心了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我不怪你 就是不想和他过了 一个月累死累活 都快吃不起饭 这日子 我是没办法过下去了 杨赵皱眉说 娜娜 我都说了 过段时间就好了 你非要闹 你到底什么意思 眼看着两人又要吵起来 婆婆说 小俊 你工资高 你每月 再帮小赵一千吧 小俊 我知道 月月上了大学后 你每月给他一千五百的生活费 其实他一个姑娘家 哪里需要花那么多钱 你给他五百就够了 小俊 你要想明白 月月是个女孩子 小俊是你们俩带大的 你们老了 还是要靠他们养老呢 公公点点头 说 小俊 你妈这话说得对 你比小赵大二十岁 你们结婚后 你妈妈身体不要 小俊多半时间都是你们带的 他也和你们感情最好 小俊 小赵虽然是你弟弟 可都说长兄如父 他和你俩有感情 你们现在对他们好 等你们老了 他们也会给你们养老的 赵捷看着杨俊 他觉得他应该不会答应 女儿月月 可在大城市上大学 一个月一千五百的生活费 也就够女儿吃喝的 给他五百 吃饭都不够 再说 现在杨赵两口子 多半都在这吃饭 自己几乎不花钱 孩子是他照顾 奶粉也是杨俊买的 他觉得做的已经够多了 杨赵上大专 是他们给的学费和生活费 他结婚要买房 他们家存的五万都给他 还另外借了八万 借的这些钱都还没还完呢 想到这些 赵捷觉得杨俊肯定不会答应 可杨俊皱眉思考了一下 说 行吧 那我以后每月给小赵一千 你们用来还账 赵捷说 杨俊 你一个月挣八千 不是八万 你是不是脑子错乱了 杨俊看着他 说 老赵 小赵他们结婚时间不长 又有个孩子 真是困难的时候 我们先帮他们一把 等他们缓过来就好了 对了 你一会儿告诉月月 以后每月给他八百 让他省着点用 赵捷冷冷地看着他 说 老杨 你这点钱都不够花了 你还想帮别人 你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吗 每天晚上吃饭 你们又想吃鱼 又想吃肉 你这点工资 以后吃白菜都不够 现在你还想穷大方 你可真厉害 公公立声说 你给我闭嘴 一个女人家 自己不挣钱 有什么权利在这说三道四的 我儿子挣的钱 他凭什么 不能给自己弟弟花 你整天在家不是躺着 就是坐着 我看就是太舒服了 婆婆也说 我看也是 一天做个饭 洗个衣服 看个孩子 搞得好像 你多厉害似的 谁还不会做这些 我儿子一个月 挣这么多钱 都被你糟蹋没了 还不知道心疼他 你说说你 还有什么用 赵杰看他们的样子 突然觉得心里特别累 在这个家里 他算什么呢 保姆吗 不 保姆 还有工资 还不需要照顾 小叔子家的孩子 杨赵说 大嫂 我不是不知道 家里的困难 可我现在真的 快过不下去了 没办法 才找你们帮忙的 刘娜哭着说 大哥 大嫂 非常谢谢你们 等我们以后 日子好过了 一定会好好报答 你们的 杨赵拉着刘娜的手 说 娜娜说得对 大哥 大嫂 你们放心 等你们老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杨俊说 都是一家人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不需要说这些 赵杰笑了 真是父慈子笑 胸有地公 他真替他们开心 可是 这些和他无关 赵杰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回屋 他听到杨赵他们要走 杨俊说 孩子就留这儿吧 抱来抱去得太麻烦 柳娜很开心 说 大哥 谢谢你 我晚上带孩子 白天上班 身体根本受不了 有几次差点晕倒 杨赵也点头 说 就是 我上班开会都差点睡着 幸好同事拉了我一下 不然就被领导发现了 赵杰在屋里听着 苦笑了一声 看来在这个家里 只有他是钢筋铁骨 不知道累 他给女儿打电话 说 月月 我想去你那边找个工作 你觉得可以吗 月月说 妈 你怎么了 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赵杰说 我就是累了 烦了 结婚后 开始照顾你爷爷 奶奶 后来照顾你小叔和你 现在又要照顾他的孩子 整天 整天不是在做饭 就是洗衣服 还要背个孩子 月月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了 月月叹了口气 说 妈 我也觉得你太辛苦了 小沈生孩子 为什么是你去照顾他做月子 他为了身材 不愿意母乳 孩子从生下来就交给你照顾 也没见谁感谢一下 我看着都生气 赵杰 月月 我想过了 我去当个保姆 或者打扫卫生 都行 你觉得呢 月月说 妈 你照顾这个 照顾那个这么多年 别再去当保姆了 其实你能做的工作很多的 像公司保洁 工厂普通女工 再不行超市打工 都没问题的 赵杰叹了口气 说 就怕没有住的地方 我听说租房子很贵 这些工作工资都不高 别一个月下来 还不够自己生活的 月月 妈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也比你在家清闲 赵杰听到女儿这话 忍不住笑了 她又说 月月 其实我去当保姆 也挺好的 有些需要照顾老人的家庭 给的工资高 还管吃住 很适合我 月月想了想 说 妈 那你准备过来吧 我一会儿就给你做简历 等你来了 我带你去找工作 两人商量好后 赵杰想着先睡觉 明天回家看看父母 然后就去找女儿 这时 杨俊喊道 老赵 你快来 孩子一直哭 不知道是怎么了 她没有管 自己揽下来的活 自己去干 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杨俊看她没反应 孩子哭得她 心烦气躁 直接抱进来 递给她 说 我喊你 你没听见啊 你也太狠心了吧 这孩子 你照顾这么长时间 你就没一点感情吗 听她哭你都不管啊 赵杰没有接孩子 冷冷地说 你自己把孩子留下来 那你自己照顾吧 我已经很累了 要休息 杨俊震惊地看着她 说 老赵 你都这岁数了 还耍什么小性子 你本来就没什么事 晚上照顾孩子 第二天想睡到几点 睡到几点 你还想怎么样 赵杰冷笑着说 呵呵 杨俊 我几点起床的 你不知道吗 你妈每天不到六点 就起来了 等着我做饭 你每天早上 吃的是谁做的 你眼睛瞎了吗 杨俊有点尴尬 不过还是说 那等我上班了 我爸妈去锻炼身体 你在睡啊 又没人管你 她真的不想说话 可听她这么说 心中的火气 还是压不住 说 杨俊 你是真傻 还是装傻 你的衣服 自己洗的吗 你爸妈的衣服 他们洗的吗 家里的卫生 是自己变干净的 你知道 孩子多长时间 要喝一次奶 奶瓶要消毒 小衣服要消毒 孩子要换鸟不湿 要洗小屁股 算了 说 再多也没用 你不是不懂 你只是不在乎罢了 反正辛苦的 不是你 你只要回家有饭吃 每天有衣服换 还有人帮你照顾 父母和弟弟 呵呵 赵杰不想再说 什么了 反正想叫醒一个 装睡的人 是不可能的 孩子还在哭 赵杰有点心疼 他还是很不下心 觉得已经真没用 抱过孩子 看他尿了 给他换了尿不湿 孩子用脸蹭着他 还对着他笑 让他心里软软的 他轻轻地在心里说 笑什么笑 明天你就要受罪了 不过有你爸妈在 他们肯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他觉得小孩子是最可爱的 只要你真心爱他 他也会亲近你 安慰你 让你觉得什么都是值得的 第二天早上 他没有起床做早饭 而是搂着孩子睡觉 生物中是神奇的东西 一到那个点 虽然还是很瞌睡 他还是醒了 不过他没有起来 赵洁听到婆婆起来了 坐在餐桌上 等着他做早饭 看他没起来 已经嘟嘟囔囔地骂他 他闭着眼睛静静躺着 杨俊起来后 婆婆说 小俊啊 你看都几点了 你老婆还没起来 这日子还怎么过 我都七十岁的人了 还吃不上一口饭 哎 杨俊哄着他 说 妈 别生气 你和爸不是喜欢 门口的小笼包吗 走 今早我们一起去吃 再一人喝一碗豆腐脑 你说好不好 婆婆他们三人出门了 赵洁轻轻拍了拍孩子 然后又闭着眼睛睡着了 孩子醒了 小手在他脸上妈撒 他起来亲了亲他 给他收拾好 说 宝宝 今天我要走了 你别担心 你爸妈肯定会照顾你的 公婆回来了 看见他才睡起来 两个人气地眼里冒火 他把孩子递给婆婆 说 妈 你先照顾下孩子 我去买东西 婆婆不高兴地说 你不是每次都抱着吗 我都这岁数了 哪里能照顾孩子 赵洁 妈 今天买的东西多 孩子你照看一会儿 说完他回屋 背上早就收拾好的背包 没有回头看一眼 只听见婆婆在他屋里逗孩子 他笑了笑 突然觉得心里无比地轻松 他给妈妈买了一身衣服 拉着他的手说 妈 我去找月月了 你和谁都别说 我想出去挣点钱 到时候也能给你点零花钱 妈妈紧张地说 小杰 你这辈子都没出去干过活 现在都这岁数了 到底行不行啊 小杰 家里的日子好过 出门就是千难万难 你还是别去了吧 妈妈不需要你给钱 我这岁数了 要钱干什么 赵洁摇摇头 说 妈 我自从结婚后 就一直待在家里 那时候他弟弟才五岁 而婆婆天天喊着身上疼 我没办法 只能在家照顾他们 后来生了月月 更是没办法出去找个工作 可是你看我辛苦这么多年 可在他们眼里 我什么都没干 天天在家躺着享受 妈 太累了 就像你说的 我都到这岁数了 想出去找个活干 只要把自己那份工作做完 不需要再操心别的 妈妈担心地看着他 说 好吧 既然你坚持 那就去吧 说着 妈妈眼泪流了下来 她也含着泪 说 妈 别难过 没事的 我去找月月 我还有她呢 妈妈进屋 一会儿拿个手卷出来 里面包着一塔钱 里面很多都是十元 二十元的 还有两张五十元的 总共有五百二十五元 妈妈放到她手里 说 拿着 妈妈只有这么多 出去了 先应应急 她本来不想要 可看着妈妈担心的眼睛 她哭着收起来 说 好 妈 我拿着 妈妈站起来 说 走 我去给你做碗面条 你不是一直最喜欢 我做的手擀面吗 赵杰随着妈妈来到厨房 她生火 妈妈赶面 还笑着说 是不是想吃了 我也很久没给你 做面吃了 赵杰低着头 眼里全是累 这些年除了月月和妈妈 已经没有人给她做一碗饭了 而她要天天做饭 照顾公婆 照顾杨俊 照顾小叔子一家 妈妈做的面 还是那么筋道 简单的鸡蛋青菜卤 还是那么好吃 她流着泪一根 一根吃着 妈妈陪在她身边 说 没事 不难受 妈妈等你挣钱了 给我买好吃的 赵杰坐上车 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心里有些忐忑 还有些期待 见到月月的时候 她说 妈 别担心 走出来了 就别想那么多 肯定会越老越好的 月月笑着说 妈 我们学校附近有招待所 你先去住哪儿 这两天 我们就去找工作 我也找个兼职 我们母女俩一起努力 挣钱买套小房子 赵杰听着眼睛都亮了 她觉得这样挺好 如果有套小房子 她和女儿也算有个家了 月月虽然是 她和杨俊的孩子 可在杨俊的心里 还没有她弟弟重要吧 她肯定宁可把什么都给杨赵 也不会给月月的 现在她每月的工资都花光了 从来没想过 以后要帮月月一把 不需要给她凑钱买房子 不需要准备嫁妆 她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可凭什么呢 月月才是她的女儿 是她辛辛苦苦生下来 有一点一点养大的女儿 女儿是她的期待 而她也想当女儿的依靠 晚上 女儿带她去吃麻辣烫 说 妈 我们来现在没钱 就吃个麻辣烫庆祝一下 等我们找到工作 发工资了 我们去吃火锅 吃烤肉 母女俩还要了二罐啤酒 月月说 妈 祝贺你终于走了出来 在那个家里 我从小就觉得我和你是外人 爸爸和其他人才是一家 小叔比我大七岁 可从小奶奶让我让着他 爸爸也是什么好的都给他 妈 在那个家里 不管你做多少都没用的 我早就看透了 赵洁喝了一口啤酒 说 月月 你说得对 我应该走出来了 以后我会好好工作 争取挣更多钱 这时月月的手机响了 他忍不住笑了 说 妈 我爸竟然给我打电话了 不容易啊 他刚接起来 爸爸已经急切地说 月月 你知道 你妈妈去哪了吗 他不见了 孩子没人管 家里都乱逃了 月月也急忙说 爸 我妈怎么了 她怎么会不见的 你是不是欺负她了 杨俊烦躁地说 我早上上班走时 他还在 谁知道他扔下孩子不见了 我根本找不到他 手机都关机了 如果他联系你 你赶紧让他回家 一个女人家都这岁数了 还乱跑什么 今天乱 挂了电话 月月说 妈 加油吧 家里乱就让他乱去吧 那么多人不是天天嫌弃你 月月请了假 带着她到处找工作 两人虽然奔波得也累 可也觉得还不错 就在赵杰犹豫 到底去一个商场打扫卫生 还是去当保姆的时候 月月的电话来了 月月激动地说 妈 妈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给你找了份好工作 我们学校有对老教授 家里要请一个保姆 每个月工资六千 包吃包住 高不高兴 赵杰也激动坏了 说 真的 太好了 月月 那以后 我们还能经常见面 月月也很高兴 说 妈 这对老教授人很好 家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你在她家当保姆 我也放心了 第二天中午 她背着自己的小包 和月月去了老教授家 女主人头发花白 戴着一副眼镜 穿得得体优雅 让赵杰都有点自残行贿 缩手缩脚的 她笑着说 快进来 别紧张 以后叫我新老师 叫她苏老师就行 赵杰吐出一口气 说 新老师 我没什么见识 也是第一次出门干活 坐得不好的地方 你直接告诉我 我立马改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新老师摇摇头 说 没事 看你就是个爽利人 我看人的眼光 还是很准的 你放心 在这好好干 月月走了 赵杰开始打扫卫生 虽然家里很干净 可她干活习惯了 还是把每个角落 都清扫了一遍 晚上做饭的时候 她有点紧张 说 新老师 你和李老师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我要做饭了 新老师笑着说 小杰 盐少一点就行 老苏喜欢吃辣 但又不能太辣 你放一点点辣椒 看了下冰箱 她做了一个香菜炒牛肉 炖了一个鱼汤 一个肉末豆腐 还有一个炒青菜 两个老师特别高兴 赵杰和两个老师一起吃饭 她有些不好意思 她听说过 很多保姆是不能一起上桌吃饭的 新老师说 呵呵 小杰啊 我们家就两个人 有你陪着吃饭更开心点 不然天天 对着一个老头子 看都看烦了 饭后 她切了苹果 新老师 却拉着她 兴冲冲地说 走 小杰 我有很多衣服 一直放着没人穿 我看你穿着合适 我们去试试 赵杰很感动 她觉得自己真是碰到了好人 新老师的和善 让她原本的担忧 一点一点都消散了 赵杰发了工资后 在家给两个老师做好饭 说 新老师 你们先吃饭 我去见见月月 今天是我第一次挣到钱 我请月月去吃火锅 新老师笑着说 嗯 快去吧 有空让月月来家里吃饭 别太拘谨 月月带她去医院不远处的火锅店 坐在二楼靠窗的位置 两人点了鸳鸯锅 还有雪花牛肉 肥牛 黑毛肚 黄猴等 月月笑着说 妈 你可真大方 这可要花不少呢 赵杰乐呵呵地 说 月月 今天我高兴 第一次有工资 太激动了 以后 可就要好好存钱 我们还要买房子呢 回去的时候 她给新老师和苏老师 各买了一条围巾 说 新老师 谢谢你 我很开心 自己也能挣钱了 这是我给你们的礼物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新老师说 小杰 我很喜欢 谢谢你 晚上躺在床上 她想起月月说的 就觉得很高兴 现在婆婆在家做饭 杨赵两口子 闹着离婚 家里鸡飞狗跳的 可这些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她们不是觉得她整天闲着呢 那好啊 没有她 让她们父辞自孝的生活吧 赵杰当自己的保姆 很开心 新老师还教她怎么穿衣服 让给她报了班 让她学爱酒 学按摩 让她在家给他们按摩 她的工资也涨到了八千 她特别开心 写在最后 赵杰做得对 她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 可是没有一个人感激 觉得都是她应该的 如今她走出家门 努力挣钱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生活永远没有完美 人生遇见也没有最好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爱自己 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 不纠结 放过自己 才是对自己负责 不纠结